我们高度关注有关事件 坚决反对并谴责暗杀行为 对这一事件可能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动荡 深感忧虑 中方一贯主张通过谈判对话 解决地区争端 袈裟应尽快实现 全面永久停火 避免冲突对抗 进一步升级 中方愿就中乌双边的交往 同乌方保持沟通 关于你提到的具体问题 我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 中方注意到印度喀拉拉邦发生大规模的山体滑坡 警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 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 祝愿伤者早日康复 经驻印度使馆核实 暂未收到中国公民在事件中伤亡的报告 非方允许美国部署中岛 是配合意外势力 助长地区紧张对立 挑动地缘对抗和军备竞赛的倒行逆施 本地区需要和平与繁荣 不需要中岛和对抗 我们敦促有关国家 正是地区各国的呼声 尽早纠正错误的做法 按此前公开承诺 尽快撤走中岛系统 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 无权介入中非两国之间的涉海问题 非方也应清醒地认识到 拉拢与外国家在南海挑动对抗 只会破坏地区稳定 加剧局势紧张 试图引入外部力量 维护自身的安全 只会导致自身更大的不安全 甚至沦为别人的棋子 任何挑动集团政治 和军事对抗的行径 都不得人心 注定走不远更走不通 我们奉劝有关国家 维护本国安全发展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唯一正确的选择 是坚守牧林友好 回归对话协商 坚持战略自主 美方将经贸科技问题 政治化 泛安全化 工具化 不断加码 对华的芯片出口管制 胁迫别国 打压中国半头体产业 严重破坏国际贸易规则 损害全球产工链稳定 不利于任何一方 中方对此一贯坚决反对 我要强调的是 遏制打压 阻挡不了中国的发展 只会增强 中国科技 自立自强的决心和能力 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动向 坚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希望相关国家坚决抵制 脅迫 共同维护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 真正维护自身的长远利益 联大第2758号决议 从根本上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 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明确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也明确了 台湾不是国家 明确 中国在联合国席位只有一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 不存在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 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 均遵循一个中国原则 联合国官方文件对台的称谓 均为台湾中国的省 联合国秘书处法律事务办公室 初具的法律意见也强调 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 没有独立地位 台湾当局不享有任何形式的政府地位 联大第2758号决议 再次明确一个中国原则 一个中国原则更是公认的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和谈错误的诠释 台湾地区作为中国的一部分 和谈主权地位 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 必须也只能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 和谈国际参与 我要重申 一中原则不可撼动 统一大势 不可阻挡 台独分裂 死路一条 无论赖奇德当局 说什么 做什么 都改变不了两岸 同属一中的客观事实 动摇不了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法理地位 更阻挡不了中国中将统一 也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